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 乱咯 今天就算上一次我们讲过First Love 今次再尝试一下 讲一下关于电影影视方面 因为最近可能因为去完日本 就比较沉迷一些日本的剧集 除了First Love之外 其实我在看First Love的途中 是看了另外一部日剧 就叫做《金济之国的闯关者》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部剧 近期日剧里面 我想除了First Love之外 就是这一部《金济之国》 是非常受欢迎 也是很热门的 我看到在一些香港的Netflix讨论区里面 在刚刚第二季推出之后 基本上是洗版式只是讲这一部剧 就是之前就洗版式讲First Love 现在就洗版式讲这一部剧 我想讲一点我先看这部剧的背景 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这部剧是什么 因为据问他就是漫画改编 但这个也是在我后来看第二季的时候 我才知道的 我开始是看完 就是上Netflix 随便乱按 那就按到这一部剧 因为本身他出的剧 没有太大的声音 可能香港有 但是我在英国这边 就不太感受到 而且Netflix也不会推出这部剧 有特别的剧 因为它是亚洲的剧集 比较少在Netflix推送 找到他的时候 觉得这个题目久不回答 什么叫金济之国 有什么厂关者这么巧合 参手 就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个标题 后来就知道 其实这个金济之国的厂关者 其实就是这个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那个标题 因为Alice 英文Alice 就是男主角的名字 Alice 有西 他的日文就是Alice 其实就是 响应Alice 那么金济之国 其实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个 Wonderland 接着都按来看一下 看完第一集 就是头那几十分钟 都是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就是看到几个人 在那边拿着电话 玩WhatsApp 他们在LINE 在那边 在闲谈 但是又不太知道他想怎么 那后来就突然间 整个涉谷没有人 开始有趣 原来是科幻片来的 那才开始追 那他整个故事 那个架构 就很像《鱿鱼游戏》 其实都是一些 经典的生存游戏类型的剧集 不过我自己觉得 整体来说 其实金济之国的处理 会比这个鱿鱼游戏来得刺激和紧张 因为他首先去玩那些游戏的难度高很多 第二就是他不是纯靠运气 撞彩 他也有很多技术含量在里面 还有就是 他也有时间的限制 还有他最大的一个 一个梗 即是他那个twist的plot 是什么呢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玩这个游戏 即是他是被选中也好 他是无端端闯进去也好 他是去了第二个世界 一个完全跟我们现在的世界 看上去一模一样 但是根本是另一个世界 那这个就是 其他生存游戏 就比较罕见 不过 有一套漫画改编成真人版 曾经做过类似的东西 那一套就是 我想有差不多十年前 也是那一套很喜欢的片集 叫做《杀六都市》中文 英文是Gants 那他也是一个 日本漫画 改编而成的一套电影 他分上下两集 当时我已经觉得都挺震撼的 那那个就跟外星人有些关系 但是那一套电影播完之后 就开始我追漫画了 但是漫画是一直有交代 后面发生什么事的 但是后面去到是非常夸张 就是已经是脱离了一个现实 就是去到后面是有残忍 然后那些外星人的那些剧情 是超级夸张、离谱的 那去到后面我也是飞来看 那没有太深入再去研究故事 但是《金济之角》 我觉得《吸引之处》 就是以下含有剧头 如果大家没看过这一套电影的话 那可能你先看了再过来听我说 又或者是 第一季和第二季 其实里面的差落都挺大的 那现在我说的东西 是将会有剧头成分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自己衡量 你应不应该继续看下去 那第一季 为何我会继续追下去的主原因呢? 因为第三集呢 就已经杀了她的好朋友 那我是呆了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她的漫画 也不知道她是一本漫画 纯粹当是一套Netflix剧来看 那我说 这套是什么剧来的? 就是有什么可能在第三集 就将主角杀了 除了正中间的主角之外 除了Ali Su之外 那其他那些就全部杀了 那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 那接着一直看下去 那她的故事其实都develop得很好 尤其是第一季呢 其实那八九集呢 你一直看下去是肉霸不能的 就是不断追不断追 那我整个第一季呢 是拍得非常之好 亦都很紧臭 亦都令到你的 你的视角的冲击 亦都很大的 那她没有太多多余的废话 那都是一种日本 日本漫画风格 要打大佬那种 有人更加是比你高深莫测 那样譬如举屋那样 她是非常之高深莫测 看下去的感觉 就是永远都是嬉皮笑脸 一个冷面的一个形象 那样 那好了 因为我是最近才看完第一季 那所以呢 她出第二季呢 很快就接着是我出 我看第二季 很多人可能等了两年 那但我就不用 我等了几个礼拜左右 那所以我第一季那些剧情呢 都是记忆犹新之下呢 她很快就第二季接着了 那第二季呢 其实 她那个剧情呢 基本上 和第一季是完全无缝 无缝陷接的 她不是说 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啊 又或者是 展开一个新的单元 你可以说她是 展开一个新的篇章的 那但是 她所有的剧情 其实都和第一季 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啊 无论是人物啦 造型啦 性格啦 所有东西呢 在她的时间线里面 基本上是接着的 在她里面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过了一年 两年 那没有这件事的 那到第二季的时间呢 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呢 就对这套东西 有些批评了 那譬如就是说 她觉得她的节奏过于缓慢 那因为呢 去到 第一季讲这一套剧的时间呢 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就是 有三个好朋友 就无端端在涉谷呢 就进入了一个 类似平衡宇宙的世界 里面没有了 没有人的 只有他们三个人 那慢慢找找找找 咦 原来有其他生存者的 不是只有几个的 不是一个空城市 有其他人都在 但是大家要玩游戏 拿着个电话呢 每人呢 要进去一个禁区 禁区里面 进去出不回来的 你不玩你就会死的了 有些红外线 一声打下来 那你就会死的了 这个设定已经很奇怪 那进去呢 每人有手提电话 然后他就会讲解 那个游戏是玩些什么 那你就在限时之内 完成个游戏 你完成不了游戏 你又是会死的 那有时游戏最变态的地方 就是可能你四个人参赛 其实只有一个人是可以生存的 那就是第三集最令我震惊的地方 他通常他玩游戏 应该是最后会想到的方法解决 谁知道没有 他一下子就杀了他所有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 加入了之后 都是杀了 那这个就令我很恶然 那他的游戏 一直都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 亦都是怎么样的邏輯 什么 pattern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着墨点在那里 最主要是看他怎么去破解的游戏 以及他一直寻找的答案 那去到后来 他发现原来有一帮生存者 就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组织 他加入了之后 他就发现 咦?原来有人说 是根据这个Pair牌 Poker里面的牌的 number 以及他们的花纹 就去决定他们玩哪一类型的游戏 以及玩多少之后可以破关 那我们打算玩齐五十个游戏 他们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 但是第一季交代就是去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去到第十个牌而已 那接着《迹雷倾》那些 是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玩来玩去 都只是玩头那四十个游戏 那好了 去到之后 就是后来第二季 就是开始玩《迹雷倾》的游戏 头那季 基本上就是一集 就一个游戏 有时甚至乎多一点点 所以那个节奏就很快 大家也知道他在做什么 很明确 但是去到第二季的时间 我发觉 头那个游戏 好像是梅花倾 我没记错 是一个合作游戏 大家非常期待 山下至九泉 全裸演出 他和我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他的造型 六九福基人如线 超级屈肌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可以为了一部剧 练到这么好的身材 而且他也不介意全裸 以他的资历 应该不需要全裸 也应该吸引到很多收视 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 他就是这个游戏 和Alice的主角做对手 但是这个游戏 足足的玩了三集 那我就在想 你职女傾 然后还有四个花纹 就是说十几个游戏 那你只有那八集 那我就做算术讨论 在香港人就会计算 那你怎么玩了那十几个游戏呢 那你全部都是那些大佬级别 因为上对职女傾的应该是大佬级别的游戏 那没理由这么快就玩完的 那我就开始有些疑问 为什么可以一个游戏拖三集 那之后怎么下去呢 那原来他就 不是全部游戏都玩给我们看的 有些游戏就是其他人玩了 那有些游戏就是他的同伴 譬如阿举屋那些 和他分散了之后 他们去玩的 那 在玩那些游戏的过程 我觉得 第二季玩那些游戏 那个性质就比第一季 稍为沉满了一点 譬如如果你说 是说到玩心理 心理战术那一部分 这样算 红心 那如果是queen的 没理由呢 就比红心queen 最终大佬 但是红心queen玩的游戏 我觉得就不够红心7的残忍 因为红心7的就是他 第一季第三集的时候 四个死成一个一个 那个你是要 没有办法选择 可以一起生存的 只能够有一个 但是去到红心queen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是没有那么残忍的 那我一会儿说一下 红心queen 就是最后大佬 那个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那整个游戏呢 玩了这么多个游戏之后呢 那你就很期待 就是整个build up 就很期待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去到最后 我们会有一个答案呢 我们是否真的知道 他为什么会进去呢 这个呢 就是大家去到最后 最期待的东西 而被批评得最多的呢 就是第八集了 就是最后大结局那一集 那为什么那一集被人批评得最多呢 就是因为那一集呢 是用了很长的蝙蝠 差不多是三十分钟的蝙蝠 去交代这个男女主角 那个男主角一个 比较颓废的一个状态 就趴在地上那里 十几二十分钟 那个女主角 怎么自杀啊 叫她啊 她都没有反应啊 这样就拖了很久 就有很多说教 很多道理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日剧的衰落呢 就是因为太多说教在里面 太多所谓的人生道理 那就牺牲了剧情的节奏 就推进不了剧 某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我同意的 不过 我也都喜欢日剧的地方 就是 就是喜欢她有那些 雪教的情节 而其他国家的剧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就是电影也好 那些通常都是用一些 内心气去交代啊 又或者用几句简单的对话交代啊 比较少是日本那种公式化雪教模 但是她这套剧呢 第二季呢 有一个我自己较为觉得 沉悶的地方就是 她雪教的那些点呢 不是很重的 譬如在 他们玩一个游戏 中间呢 就是有 两队人玩的 那就要拍对方背脊的颜色 拍轮流轮流 每人一回合 那你拍得越多对方的颜色呢 你那一队就越厉害 去到最后那一回合 只要你那一队那些人的颜色 是多过对方的呢 那你就赢了 就这样 红色和蓝色这样一队 那么 男主角男女主角那一队呢 就是个年轻 那那个年轻就是King来的 他就站在那里不用动的 那但是其实呢 如果剩下他的话 剩下那个年轻在那里的话 那就全部死了 就是如果其他人被人变色的话 那么他们一直就玩了十几个回合 那玩到最后那几个回合呢 其实只剩下男女主角两个是未变色 其他人都被人变色的了 那么其他人呢 因为变色就可以赢了嘛 那就是那个游戏呢 其实是可以很多人生存的 那么其他人为了生存 不想死呢 就全部转投了对方的敌阵 就去了那个host的那一队那里 那就想这样赢了之后呢 以后跟着他赢了赢了 那就永远都可以在游戏里生存了 不用怕自己会输了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不愿意 回去那个男女主角的那一队那里 那但是男女主角呢 竟然是用了一队的时间 是就这样靠一把口 就说服了大部分人 是帮他们呢 赢了那个游戏里 那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呢 就不多make sense 因为譬如很多人说 我不想回去啊 那跟着 那女主角就说 就是 护沙基啦 乙左目啦 就说哎不是啊 其实呢每个人呢 生存定义都不同啊 你一定要 我也很想回去 我不想回去 但是我又很想回去 那样 就是说到你有点点混乱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思绪究竟是什么呢 还有我觉得 如果我是被说教的那个呢 就这样他这样说完之后 我exactly的对话 我不是记得太清楚 但是我不是很被他说服到 因为我赢硬了嘛 还有就算我要输 我可能 就算我要反败为胜也好 我可能选下一个场合 我今次起码肯定自己不死先 就是如果你是从利益角度的话 你可能会这样去看 那有些说教的位置 不是太过有说服力 接下来呢就是第二季呢 有某一些游戏呢 他的解释呢 是我看完之后 不是太过理解的 就譬如是 举屋玩一个公平 生命公平的游戏 那四个人坐在一起 那就有个天秤 五个人 有个天秤 天秤有些流算的 那一输呢 流算倒下来 整个人打死的那样 那他们呢 就是要在 机前面呢 有100个数字 0至100 那你要随便自己刷的数字 那五个人 全部人自己刷了之后呢 那个数字 就会计算他的平均数 然后呢 就是 除了 除了这么多个人 最接近 最接近 那个平均值 就是选 你选个数字 最接近平均值的话呢 那你就是赢了 这样 那去到 大概第三四回合 那中间有个 有个女人 其中一个玩家 是一个女人 那她是 她是 快要输的了 那 举屋呢 就猜中了 她要选哪个数字 猜中了 那个平均值是什么 那就解释 她的平均值是怎样得来的 那就说 她撇除了一些常数 撇除了一些质数 又再撇除了一些零头 接着她就很 很容易猜到 最后呢 那个女人 只能够选 一是这个数字 但是 你听完她说的 好像很有逻辑的解释之后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逻辑的 因为 她在选择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都选了个数字 但完全就不是她 选择那两个数字 但我也没有 从她那个 那个 逻辑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她那个解释 不是太过全面 也不是太过科学 纯粹是有少少 有少少 有少少谓而谓 那可能有些观众不同 有些观众可能觉得很合理 也不一定 可能只是我想不到 她为什么 会觉得那个数 一定是 那个参赛者 选择那个数 而已 但其实 第二季呢 也有些可取之处 比如是 多了很多美女 第二季 有小 是超级多 女伴围绕着她 那另外 我觉得最精彩的 就是第七集 打这个 葵线傾 那一集 那里面的打斗 是很精彩的 还有爆炸场面 也看得你很欲锦 但是 我自己就以为 在打葵线傾的时候 那个射弓箭 那位同学 那位女孩 还有 和安 还有 那个 游道 那个 男孩 那时候叫水鸡 水鸡 安 和弓箭手 那个女孩 我以为她们已经死了 但是 谁知道 原来没有 到最后 只得安死了 那就是 水鸡 和弓箭手 那个女孩 都没有死 那这个有点意外 因为葵线傾 是拿着机关枪 在那个女孩的胸口 在这个位置射上去 那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也可以不死 那可能是我看角度的问题 Anyway 我觉得那集是最精彩的 那去到第八集 终于就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那 红心Quién就 就是欺骗他 就说是外星人 又说是 他们是未来人 这个是一个实验 你们其实全部都在电脑里 放入了 好像Matrix 去玩这些游戏 但是 里面就说这些全部都不真实 然后呢 那个红心Quién就给了一个幻象 幻象呢 就是跟Alice说 其实你是有精神病的 那个twist就好像Shutter Island 如果大家有看过Nio Nardo 十几年前一套 叫Shutter Island 禁闭岛的一套电影 你就会完全知道 为什么他会用这个twist 就说他其实是 因为看着自己两个朋友 死了 所以他就精神崩溃 然后他又患了精神病 就自己幻想了整个 整个金制之国里面 所有的事情出来 这样 接着他都差不多接受了 这个命运之后 打算宣布 这个游戏 他放弃 因为 最后那个游戏呢 其实只要放弃 他不继续玩下去 就输了 你只要继续坚持 玩下去 无论输赢 他都会赢的 就是那个Player都会赢的 因为最后玩的是 英式除球 就没有输和赢 总之输和赢也好 男女主角都会赢的 但是他唯一的条件 就是不能放弃 他一放弃就输 那那个洪心Queen 的目的就是要他放弃 他就给他一个幻象 让他觉得 他自己是有精神病 所以才会进来这个地方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发生的 他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 但是呢 女主角 Wusaki 就是土屋太风 就不断地劝他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我都是真实的人 我都在game里面 你快点醒吧 我很需要你 诸如此女说了 很大堆这些事情 但是 整个节奏这里 就好像停止了 时间静止 在这里 徘徊了二十多分钟 到最后 当然 男主角都是骚醒了 他是因为很爱一个女主角 想和他一起 他就算是不肯定 他都想拼一拼 那最后他们就打赢了 熊心拳 那最后呢 就这个金制之国 就给了两个option 他们选择的 一呢 就是回到现实世界 二呢 sorry 一呢就是 不做这个 这个金制之国的居民 第二呢 就是做这个金制之国的居民 那就是只有yes 和no 两个选择而已 那他们全部人呢 几乎呢 都是选择了离开的 那除了有某些 很变态 或者是喜欢杀陆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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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就选择了 那么 那时间一转 一声 就回到现实世界了 那原来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有个隐石 就撞了下去 这个涉谷 那然后呢 就大批的人 人员呢 就是伤 亡 死 什么都好 那之后呢 就有一些人呢 就心脏就停顿了一两分钟 那原来这个 游戏本身呢 就是在一两分钟里面 在脑袋里面发生 那但是就是同时之间 所有心脏停顿了一两分钟的人呢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玩同样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脑袋里面 进入那个世界 都是同一个世界 那他们是大家share 一个精神地方 那样 那有一些呢 就救出来 救出来的那些呢 就是完成了所有的游戏 减选离开金制之国那些呢 就出回来了 那如果你没有减选离开的话呢 那你就可能就死在里面 又或者你昏迷了 没有详细交代这一件事的 那接着 他们就出回来了 比如有西这样出回来了 原来他们两个朋友呢 就不是在游戏里面死的 是那个隐石炸下来炸死了的 那但是呢 比如那小朋友 他们救回在里面 救回小朋友那些 那些又出回来了 那律国又出回来了 那土屋太冒那些 那些全部都出回来了 水鸡那些全部都出回来了 那但是大家呢 对这件事呢 对了金制之国 已经没有了记忆在里面的 就是在浮面的意识里面是没有了 在潜意识里面 可能还有一点点记忆 所以呢 所以呢 尤西呢 是觉得和奥沙吉呢 是有相遇过 那他们在医院那里呢 是相遇了之后呢 他们一起出去散步 那整套剧就完结了 那但是完结之后 之前呢 还有一个 埋伏线在里面 看上去的感觉呢 就好像是 还有一段新的游戏 因为还有Joker 还没玩 在桌面上 有一堆Poker 然后呢 就中间就有个Joker 那在那里 看上去感觉上 就好像有第三季 那有没有第三季呢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 因为 首先还没证实 他会逐签第三季 那然后第二呢 就是 听闻漫画呢 其实去到这里 已经完了 再有下来的那些呢 就是外翻篇 还有 那个男主角呢 听说呢 就在几年之后 就因为另外一场奢和 而 又是进入了这个贫死的状态 就再次进入了金制之国的 那我 我其实自己就 呃 第一很想 啊 宇佐牧和尤西 是可以在现实世界相迎翻 就是记得翻些东西 那他记不翻 我觉得有点失望 还有他那个结局 那个交代 是远远比他之前 扔波中那段 就是 呃 徘徊在洪心Queen 玩游戏 在地下 睡在那二十分钟那段 是远远来得短的 那时间 就是我希望他 是交代多少少 关于后面 他们 是出回来之后 的生活啊 或者是感受啊 或者少少的剧情啊 那我觉得 在那方面呢 如果以现代的 的剧同戏来说呢 他算交代得比较不足够 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已经开始是 那些剧集是会 那之后怎样啊 因为大家都常常都问 那之后呢 那之后会怎样啊 那很多时候 其实那些剧都会 尽量满足大家 这个好奇心 那但是他就没有太多 在这里的着脈 那大家都只能 顾顾一下 那另外就是 另外最 就是看完之后 私下最多的就是 那个结局其实 明白不明白呢 首先不要说 他漫画其实是否这个结局 因为我知道 其实他剪了很多东西的 就是譬如 漫画里面有很多 游戏啊 他都没有怎么样呈现出来 那也都可能 有一些匆匆带过了 也都有一些剧情 或者有一些解释 在一部剧里面 是没有认真处理到 或者是因为 时间关系而缩短了 那可能我之后 都要看回那部漫画 才可能对他 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那但是呢 如果你说纯粹讲到剧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 一分钟里面 发生了那么多事 然后那么多人 有一个集体 精神的一个 叫不要错乱呢 精神进入了 同一个精神空间 然后大家出来 都不记得了那些事呢 那我觉得这个 有少许牵强的 就是 还有你怎么去理解 那些在里面 被杀的人 在现实生活死了 那究竟他是 什么时候才被杀呢 因为他里面是有 Visa这件事 头一季的那些游戏 全部有Visa 第二季那些就没有的 即是职吏 职吏那些 不用计你的Visa到期日 Visa就是 你玩完一个游戏 他会给你 有七天 你不用玩游戏 但七天之后 你一定要玩游戏 不玩就即死 那那个时间又如何计算呢 那这个是 他也没有详细 怎样去交代过 那另外 令我最 苦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在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我说过 有西他们不是第一批 进入这个游戏人 有一些是 再早了几天 就已经进入了游戏 那究竟 这个 这个时间线 是不是又是 短到只有几秒呢 还是 还是 他是有没有 详细去交代清楚 因为 他们照到你的隐石 打下来 如果大家昏迷 大家死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 同一个时间的嘛 那为什么会有些人 是会早几天 就已经进入了去呢 那还有呢 你去到 后来第二季的时候呢 理论上 应该剩下的人 全部都应该很打得 很抽得的嘛 那我发现 除了其实 除了主角那群人之外呢 其他那些呢 都仍然有很多 司拉阿叔在那裡 那我就有一些 有些疑惑了 究竟司拉阿叔呢 是怎样 捱到最后的游戏呢 其实你说 那个年轻 其实都不太合理的 一个年轻 在第二季玩游戏的时候 他基本上 全程站在那里 完全不动 是完全什么都不懂 玩的嘛 而且也是很小的嘛 那他之前那些游戏 又是怎样 通过的呢 难道他每一个游戏 都可以幸运到 完全不动 都可以赢 这个真的不是太合理 因为我们看过 主角那么多的游戏 其他人那些游戏 都没有一个 是可以完全站在那里 不动 而可以赢到的 但是那个小孩 怎样可以那么好 那么幸运 可以一直去到后面呢 那这个也是 我心里面 一个不解之迷 其实这套剧呢 我觉得 总括来说 算是比较高水准的 因为他除了是有 高水准的这个剧情 那些男女主角 又帥仔 好看啦 那然后某些地方 他的节奏是OK 明白啦 那些游戏也都有一些创意 那还有他里面有很多 就是探讨一些人生的道理啦 究竟人是不是生出来 就很自私啦 自利啦 是不是很多人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会为了别人而牺牲啦 那大家如果失去了至亲的话 那又会有些什么感受 那他诸如此 也有很多这一类型的 不过我觉得 说道理来说方面呢 其实就 过于流于表面 就比较 太过显浅一点 不要说真的 很深入去探讨一些人性 譬如 好像这个 举屋这样算 那他本身的造型呢 其实就比较冷酷 和有点稀皮笑脸 我不知道是他真人 都是这样的 我看过他 之前有拍过MV 他本身都是 一个这样类型的形象 很有趣的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非常丧容淡定 不过呢 竟然原来他是一个 疑科医生 来的 还要是那些 心脏移植 那类型的 就是比较高级的 一些手术医生 令我有一点点惊讶 因为 照道理上 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没见过医生 是他这样的发型 因为他那个 那些 又流长头发 又染了 然后又扎边 这样 这种类型 这样的造型 如果你说做医生 的话 有点点离奇 但是 这个就是他的故事的设定 但是 他的人物的过去 其实都 没有交代得特别清楚 那 纯粹是为了推进 故事的剧情 而去交代 那个 人物的设定 不如去玩那个游戏 何为公平 什么叫做生命的公平 生命是否生而 全部人都平等 这样 但是其实 我觉得 他有点点是为了 游戏 而去说那些道理 instead of 是为了说那些道理 而去创作游戏 所以有点点是 调转了的感觉 还有 如果你说在造型方面 我有点难接受 水鸡是一个变性人 因为 变性人 真的很难做到 像水鸡那样美女 我觉得 这里有点 夸张 不过 老实说 如果你当他是一部剧集 或者是漫画改篇 来算的话 我觉得他的制作 算是非常认真 所以我 两个季节 我都看得 是非常满足的 其实我觉得 不算是两个季节 只不过是 同一部剧 就分开上下两半 这样出 但如果大家可以 一口气由头看到尾 我觉得 会是最理想的 很幸好 我在 他出了差不多两年之后 我才发现 然后看完第一季 直接就下第二季 这样的感觉 就比较有连贯性 如果你说中间 要等一整两年时间 可能有很多细节 都不记得了 当时看的时候 那种感觉 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整个剧 你欣赏的角度 和心情 就会有所改变 但至少来说 我觉得 如果你计算生存游戏的 电影剧集来说 他算是拍得比较出色的 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 Gantz Gantz的真人版 《杀六都市》 那两套电影 是我觉得最好看的 因为那些动作很漂亮 那些服饰也很有型 那些女主角身材很好 对不对 那我自己看过第一套 这一类型的片 就是《大屠杀》 那就是 我记得我是入戏院看 刚刚旧情进去戏院看 那当时就觉得很震撼的 就是竟然日本人可以想到 这么变态的东西来拍 就是觉得是超乎你想像的 但是 因为时间久远 二十几年之后 我发现原来 很多人拍这类型的电影 你就会开始失去那种 那种感觉 有多残忍啊 很多人拍这些 大家之前有看过《鱿鱼游戏》 我反而觉得《鱿鱼游戏》 就少少名过于实 就是很多朋友看完都觉得 其实 差不多 不是太特别 那套电影 为什么会那么红 到现在我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会那么红 首先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看韩剧的人 因为我比较喜欢日本文化 和喜欢听日文 看日文 我觉得日本字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就比较 偏好于日本 这类型的剧集多于韩国 而且如果你说 整个剧的整体性 那个连贯性 它的创意度 或者它的紧臭位 那我都觉得是 金制之国是胜于 这个《鱿鱼游戏》 那不知道大家又觉得 怎样看呢 我刚才提出的那些 不解的疑问 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又有些答案呢 因为 好好实说 我就不是说 什么专业影评 纯粹是一种 看后感的一些分享 我见大家讨论得 那么容易 兴高采烈 那我又加入讨论 讨论一齐 一齐讨论一下 我觉得就比较 比较有意义 因为你看完一部剧 你看完 可能你看完 我的review 你又觉得 有些时候我也想想想 再认真听一下 看看 那你可能又会 额外得到一些东西 那这个 我觉得是 挺好的体验 就是我自己也想 在这方面 再尝试多些 那可能有时候 我看得不是太深入的 因为可能我工作 比较忙 我都很难 很集中 很认真 不断咪他 就比较难 但是我除了 讲剧之外 我稍后也可能会 讲讲其他电影 因为最近 我看过另外一些 英文片 那我也觉得 非常之好看 譬如Netflix 其实有很多 很出色的电影 譬如最近有一套 叫做Big Boys Don't Cry 那我非常之喜欢 我稍后有机会 讲一讲 还有另外一套 就是德文片 就是叫西暴无战事 那我也都是 前几个月看过 那我也觉得那套电影 是拍得非常之好 那有机会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集的时间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 喜欢看我们 这类型的影片 那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鐘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 什么时候出片了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 拜拜